嘿喲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Ransom 相信这个video应该是 今年里面第一个video 所以在这边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更好的成绩 更好的生活 总之就生活愉快 一切顺利的进行 Hey喲大家好,我是Ransom 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开箱 今天开箱的是一个不是淘宝货 没有在淘宝货 所以不讲讲到一刻开我们的箱 这包是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已经开了 因为今天我在做工的时候 他就寄了我做工的地方 然后我就很心急 我一放工就立刻开了 已经开口了 一样的紙袋 所以这是一个YONG 它是一个镜头来的 一个50mm的Lens F1.8 我为什么会买这个 因为本来我是打算买Canon的 Canon也是一样 可是它是SDMR是比较安静一点的 用比较安静的MOTOR 然后刚好又配到我的F1 FE 所以我就买下来了 大概是300块这个镜头 大概是一半价钱 Canon要500多 所以我就买YONG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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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的牌子 不过上网的口碑也很好 现在就把它开掉 这个 麦家呢它就有包一个Lens Hope 就是这个遮光罩 这个 还有一块UV filter 它已经把我装上去了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镜头 一个镜头 一个遮光罩 还有一个UV filter 装起来呢 就大概这样大搞东西 现在我们就把它装上来看一下 就看一下画是怎样 因为它是怎样讲 这个Lens我会买它 因为它光圈大 我这个光圈页片有7片 所以会比较圆一点 比较美一点 比较柔滑一点 Canon 人家是5片罢了啦 然后我买这个Lens的原因是 它F点 它光圈很大 它背景可以很萌很萌 然后我会给大家看我拍到的一些照片 然后这个有AF和MF 就是Auto Focus 和Manual Focus 其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这个是一个定角的 就是这样 它已经constant了 它不能zoom in zoom out 它就是50mm罢了 等一下你就看到50mm 我是看我相机这边转啦 真的是看不到我的脸 我现在是转到整55这样 应该55就这样子 看不到我脸了 我现在最普通是用18的 所以比较清楚一点 现在就装上去 1 2 3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 用了50mm F1.8的那个Lens 你看到它 旁边是非常的萌 你看到我脸是很亮 因为我用了上一集淘宝的那两个softbox 如果你还没看过那视频的话 记得要看 就看到这边一个感叹号 就是这个问号 我感叹号 一个矮样子啦 点下去就可以看我那个video 不过先把这个video看完先啦 你可以在下面找到那个video的link 在这边下面的推荐video 可以找到那个video的link 大家觉得怎样啦 我是觉得萌萌的 超级帅气 这气倒是非常非常好 其实我是用着Lavaliar mic 这个是Lavaliar mic 大家是看不到啦 如果我这样子放着的话 其实我并不是用我相机的mic来录 是用Lavaliar mic来录 也没有连接我的相机 因为它带太远了 我大概有1米半 1.5m这样远啊 那个相机对我 或差不多2m这样远 所以那条线也没有2m这样长 我就只能用我电话来录 然后之后再把它edit进去啦 不过我们最主要是说这个lens 用过这个lens来拍很多照片 我觉得非常漂亮 它可以做到很像这样子 背景非常非常的深 这个是F1.8 它一个是更深是F1.4的整个萌萌的 不过我觉得F1.8是比F1.4和F2.8两个之间F1.8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 因为它可以做到我觉得是很好的要求 不过我这个F1.8是最小啦 对最大的光圈啦 也可以弄到去2.0啊2.4 2.8我这个都可以啦 总之到是最大是1.8啦 不过1.4就会比较深咯 不过这个已经是我觉得很完美的镜头 以后就可以拿来做我的那些talk to show啊 讲话要讲啊 一些介绍的video还有 拿来拍一点那种Cinematic的video 拍那种movie这样子的 有可能我会买一个24mm或者是35mm的lens 24mm叫Pancake啦 然后也是F1.8的 因为它可以拿来拍那种Cinema的感觉 不过因为我现在用这个是50mm 50mm对我这个CMOS啦 我都是APS-C的 不是Full Frame的它会自杀的狂 然后我的这个APS-C会拍到降完了 如果Full Frame的camera就是它拍到的就是这样大 这个50mm再加那个APS-C的那个东西啦 就会变到特别的靠近我的脸 所以我有打算过有可能我几年啦 不是现在的 两三年这样再换一个FX的camera FX camera是比较high-end level的人用的 我还是一个beginner所以就不适合用 对这个就是我的背景啦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lens的话 可以在Facebook inbox我 可以介绍你那个买家认识 你可以跟他买 又或者是我帮你跟他买 然后你给我你的地址啦 那些如果喜欢我的video的话 就like share和subscribe 现在已经突破300订阅啦 虽然300订阅 不是很多 不过我是非常的感谢 感谢感谢 我们在下一个video再见 下一个video你有可能也是看到这个镜头 所以下一个video见拜拜